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录音时间是2019年11月20日 出街是21日, 各位万为早晨 今天的第一节就是说了一件热刺的事件 令到我们万为早晨也要做两节的节目 忘记改名字幕 等我几秒钟时间再改名字幕 因为上一节正正是讲我们的前领队摩连奴 这一节就讲另外一个 P O C H C E T T I N O 我忘记了, 但这个好像是一个T Po Chit Tino 好像是两个T Anyway, 有机会转错 因为即时是什么的 找不到Po Chit Tino的名字 有一部转错字, 不好意思 P O C H E T T I N O P O C H E T T I N O T O C H E T T I N O 没转错, 后来保重 正式, 上一节的节目 就是关于摩连奴 亦恭喜他, 找到一份新功 以及11月4日晚上 就已经回到奥脱福 带领热刺 来到奥脱福 作客我们 所以我们很快 11月4日晚上 就会见摩连奴 其实他回到奥脱福 不过做讲播 但这次正式带领敌军 即是热刺 就来到奥脱福 上一节就说完摩连奴 相反 现在这两天 最厉害的 即今天的hashtag最大 就是Po Chit T I T T 即是Po Chit Tino被炒 以及Morinio Inn 就是摩连奴 来了热刺 这是现在的情况 以及赞助热刺的角度 但赞助万云构迷的角度 就不知道会不会是不同了 因为Po Chit T I T 肯定Z 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那Po Chit T I T 会不会In呢? In那队是否晚联呢? 暂时都不知道 老实说 首先我先讲讲 我自己的 小小的看法 其实这一集主要是讲 我自己的小小的看法 OK?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是喜欢Po Chit T I T 作为一个领队 在漫迷早晨节目 讲过很多次了 详细的事不讲 起码告诉大家 你说我现在看到Po Chit T I T 究竟我是不是很想他来呢? 亦都曾经 我的想法已经是修正过的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说 我反而希望他去其他球会 去学习一下 怎样去赢到一些奖杯 或者一些赢奖杯的感觉 或者一些做领队 做一个能够赢奖杯的领队 是怎样呢? 才再来曼联 都未迟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也想给多些时间 阿苏斯一查 第一 第二就是 我觉得Po Chit T I T 在现在来说 如果他要带领曼联成功的话 都仍是差点 这些拿冠军的 factor 作为一个领队 拿冠军的一些质素 希望他在其他球会 先学习 那里可能是王马 我自己的估计 为什么呢? 因为王马很喜欢保持天奴 OK? 现在斯丹又搞成这样 绝对有这个机会 甚至乎保持天奴 今次走是否和这件事都有些原因 我不敢说 暂时没有任何的迹象 但是如果他去王马 其实有个好处 因为王马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看法 或者一个研究 近几年 他最后一年就已经炒了领队 意思是如果保持天奴去王马 然后拿回一两年来炒 之后 我们这里 就找了一些好的球员回来 时间刚好保持天奴来接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些节目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没有任何实质的事实去支持 纯粹是我的个人愿望 如果你们不喜欢听大巴的个人愿望 不好意思,你们可以关机了 这个纯粹是我的个人愿望 由于录音的时候一直在直播 待会我会看看大家的留言 看看有没有关系 我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但现在这一集纯粹是我个人在吹水 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不喜欢听的话,可以吃饭 我曾经说过,他去了皇马 甚至现在还有机会去拜仁 然后拿一杯,有这个感觉才回来曼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利物浦做了多少事 才找高普回来帮忙 更加夸张的一对 就是曼城 究竟做了多少准备工作 才找奥迪奥拉帮忙 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我不重复 现在让我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说 苏斯克查现在在做的事 会不会就是在预备 保折天奥2-3年后来呢? 当然,现在只是我吹水 但并不是没有理由 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很喜欢找一些很年轻的球员 真是很年轻的 福仔那些全都是20岁 Daniel James也是21岁 我们自己的青年军 例如Greenwood 这么有潜质 只有十多岁 再谈到James Gardner Angelo Gomez 表弟的一群 所以我们的疑似是 预备一群年轻的球员 这个也是苏斯克查组军的宗旨之一 第二个宗旨是找英国人 这个就不知有什么关系 但找年轻球员 绝对 有理由令我相信 是预备一个 疑似保折天奥的领队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保折天奥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或者大家知不知道 因为是疑似的事情 其实我本身也不太知道 不过由于 我有留意保折天奥 也看一些关于他的报导 我就知道 其实他五年半前去到疑似 都是带着一群 当时的年轻人 而他呢 我很记得 有一个记者 帮他写《自传》的记者 曾经在一个 Podcast 里面说过 他说 他那个记者自己本身 对于保折天奥 对着年轻球员的影响力 以及能够 令到他们成为很好的友谊 这件事情 我在上一节也说过 无论是Delia Lee或者Harry Kane 都即时出闻 出留言 去多谢保折天奥 而且你看到他写的东西 是相当相当夸张的 说真的 老实说 以一个球员来说 是挺夸张的 他们可以很狡猾地写一句 就算了 但你看到无论是Delia Lee或者Harry Kane 都是写一些 我相信是他们真心的东西 可以看到 保折天奥 对着年轻球员 令到年轻球员进步 是绝对有一手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今次离开二次的 不只是保折天奥 其实他整个训练团队 都跟他一起离开了 之后会不会一起去黄马呢 我不知道 或者之后会不会一起去另一队球队呢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跟大家说 保折天奥和他这几个合作教练 其实是合作得相当理想 亦都是真的 是他那种 压迫性的打法 就是counterpress 或者gegan pressing 其实是 整套东西 是 他一个系统 保折天奥和那几个领队 是绝对是令到 一班完全是 未必认识counterpressing 是什么的球员 令到他们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之后 是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 既然我们 由 苏诗诗诚上任开始 我们的想法 或者收集球员的方向 都是年轻球员的话 令到我个人 是有理由相信 可能预备一个 保折天奥 或者类似保折天奥的领队来上任 OK 好了 根据我刚才所说 我这个很愚蠢 或者大家 牵盲的想法就是 再多一年至两年的时间 等 苏诗诗诗诗诗 找一些有potential年轻的球员 回来 这段时间 可能在战术上高 我今年也说了很多 在战术上高 老实说 我们现在所说的pressing 都是一个BB班的pressing OK 但是 当几个转会枪之后 或者一两年之后 到保折天奥 可能去到其他的球会 就让他学会 为了一个赢奖 他也学会好最后 无读过 愚来神掌 的最后一息後 当然 当时肯定要 大耍金钱 重金禮拼保折才肯來的 又或者 你知皇馬的,假設他真的是皇馬 無厘頭,皇馬都可以炒領隊的,或者他無厘頭被人炒也好 或者我們重金禮拼也好 我們已經有一支 相當年青又有potential 能夠有條件打counterpressing 的球員的時候 他 來到 我可以將他那套 繼續在我們的一群年青球員上高 開始發揮 還有說真的,雖然現在 在蘇西亞查帶領 我們的pressing是BBpressing 但也會進步的,我相信多了一點 所以可能我們的pressing是 慢慢一路進步之中 去到那一刻 保治天堂如果真的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 將 那套東西更加發揮得更好 有了這樣的材料 主廚就來得了 整件事 我的想法很完美 因為我說過 我們不用炒蘇斯亞查 蘇斯亞查就順勢騰上一格 做我們的技術總監 已經 相當圓滿了 但是如果蘇斯亞查可能不想做這些位 他繼續想做領隊的 結果決定 不再為我們效力 那時候還可以找回 Ralph Ranek Ranek 我上 前幾天的節目介紹過那位 紅牛的足球總監 會不會 因為 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們 如果保治天堂來 而令到蘇斯亞查要做技術總監 我自己當然覺得開心 一個挺完美的結局 但是如果蘇斯亞查決定 不行 我也是想做領隊 那樣的話 找Ranek 其實是更加適合的 為什麼呢 我那集節目 關於 Ranek Ranek 經常說錯什麼 那集節目也有提及 其實 他 才是 Counter Pressing 或者Gagging Pressing 的始組 再加上 他如果和 保治天堂 雙劍合璧的話 我相信 無論在之後再找球員 這一方面 或者 在這個 將這個 Counter Pressing 或者Gagging Pressing 再推上去另一個層次的話 都是 很大很大的機會 說真的 所以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 完全天猛空不著邊際的想法 關於我們的 領隊或者教練 或者是 技術總監的情況 究竟會不會發生 我當然是不知道 亦都沒有任何的證據 或者任何的 理解 乘機跟大家說一下 保治天堂在熱刺 究竟 他那個 Winning Percentage 是多少呢 打了513場 贏了236場 和了16場 輸了161場 Winning Percentage 只有46% 只是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多謝太陽報 是太陽報的數據 幫我們做出來 正是這個數據 所以 我覺得 亦都已經值得 他要去另外的球會 去學多一點 學一下 升利的感覺 抱杯的感覺 才來馬聯 是更加適合的 所以 以上就是我的 關於保治天堂的一些東西 看看大家即場的有什麼留言 很多朋友在看 嘩 厲害 原來這個時候我猜不到那麼多人看 因為我以為大家在吃飯 OK 有很多留言 一定要讀一讀 即場留言 為什麼呢 大家看不回來 因為我 遲些就會收藏這個直播 OK 明天就會有兩節的節目 如果你看完這個直播的話 明天的兩節節目 你就已經聽了 不過 記得 也要進去幫手按一按 給個LIKE 好不好 幫手看看 如果明天 看的話 OK 講完留言這一節就差不多了 OK 那什麼 漢都說 蘇斯克查對摩蓮奴就好看了 很快的 11月4日就來 Temo就說 覺得哥利巴黎一月會來英超 分中去Big Six 漢就說對摩蓮沒興趣 OK明白 Gecci就說期待 普巴復出 鬥魔錄 Gecci很厲害 的而且確 十月頭那場球 理論上 普巴是可以復出的 厲害啊Gecci 又多一個賣點 那場球 厲害 Lukas就說 普志千奴 有很多人要 沒錯 Lok就說是不是去霸人 我 我在今天那集節目 今天足球頭潮 那集節目就說過了 大家可以看看足球頭潮 今天那集 明白的 Kent就說不想肥普來 蘇瑞加油 明白的 所以大家都 聽完我的天馬行空之後 其實 我都不覺得是這麼快來的 因為我覺得普志千奴都要學多一點點東西 另外Lukas就說 以至現在以為自己是大球會 這幾年沒有肥普 歐聯都殺不了決賽 Lukas 所以他們找摩蓮奴 真的是一個超級的主帥去教他們 究竟會怎樣呢 我真的不敢想像 不知道 OK 漢就問普志千奴 這個 我今天的 足球頭潮那集就回答了 所以這裡不再回答 這樣 Kristoffer就想下半季 魔佬大的二次打敗你 令他們失敗 還有 反正也是打敗萬成 Kristoffer也不相差 那 Luk說 上一節就說上一任領隊 第二節說下一任 不知道 12月4日 不好意思 是12月4日 打二次那場 Kent說期待那場全球隊 沒錯 我很希望兩隊都可以全球隊 打一場很精彩的比賽給我們看 OK Hello Titus 大家都說了很多人想要千本普志千奴 這個事實上也是 我不討論了 因為很多了 大家可以在今早的足球頭條給一下意見 那一集 Eunice又問我 我覺得魔佬有沒有出路 說真的 魔蓮奴 怎麼說都好 都是一個超級的領隊 我不相信他沒有出路 他有很多出路 所以 就算他不去一次 我相信 其實我原本的估計 今季的季尾之前 或者今季的 暑假 他都會做教練 我相信 我個人 說真的 我才說過 我跟他不是很熟 他只是來了一萬兩年多 我這段時間比較熟 我始終 就覺得 如果你問我 如果他當作是我朋友 如果魔蓮奴問我 他下一步應該是怎樣 我就會跟他說 不要說教他 我絕對沒有資格教他 我純粹 作為一個朋友 我自己就覺得 多想他教 多想看 他教葡萄牙國家隊 說真的 當然 純粹我個人意見 魔蓮奴當然不會聽我說 也沒有資格 比意見魔蓮奴 說真的 Lukas說都害怕 中仔高美斯 沒得落場 一分鐘都會走 OK 痴娘說 有得在現場看魔佬賭 痴娘好東西 他說在現場 到時就要找大巴報料 他說他熱刺那場會有機會在現場 看魔佬賭過 痴娘記得 PM大巴 到時看怎樣報什麼 厲害了給大巴了 好嗎 想贏波羅三分 當然了 是吧 好 那什麼 宇康呢 宇康呢 宇康就說熱刺都不先 魔佬沒有錢買大巴球員 不用兩年來一定被人拆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說真的 Daniel Levy這個人 剛才原本打算不說那麼多一次 既然大家留言說到就說兩句 Daniel Levy這個人 他都在足球圈 說真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個花名 但是我如果要幫Daniel Levy改一個花名 就是一個 足球彈的古惑仔 他真的有很多 不要說奸計 他有很多計謀 Sorry 我修正 他不可以說是奸計 但是他有很多計謀 老實說 他找到摩連奴 他沒有理由不知道摩連奴的做法 既然他找到摩連奴又知道摩連奴的做法 會不會熱刺 突然間有條大水喉呢 這個就真的是我們看不通看不透的地方 暫時 也都沒有任何的 跡象看到 但是 我自己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可能要多切一條大水喉 所以 他就要重金禮拼摩佛佬來幫他們搞大距 那搞不搞整個來一件事 Kent目標是11、12月全勝 我們萬元的目標當然是 Lukas說只要福馬不相 前世一定有希望 信卓也在 普通團隊有很多 年輕球員資料 所以當年修咸隊找到 VVD 即是VVD 不要忘記信卓 所以剛才我在這一節 可能不知道你來聽了沒有 如果普通團隊加 Ralph Rennick 可以在脈銀雙劍合璧 理論上是真是好 因為 Rennick 是有份 看重 文尼的 所以很厲害 Kent就叫我不要說漏了詹士和脈湯 當然啦 沒錯 他們兩個都很重要 是我們年資9月 不過都是那句 雖然在現在這一刻看 可能是天馬行空 但是有時候不知道會不會 我們的木仔其實都 學到東西 就預備好的環境 迎接一些 教年輕人 的主稅 都未頂 這個不知道 純粹天馬行空 但是我也是那句 其實也有後著 如果只要 蘇西亞就肯的話 打上一格 做這個 Football Director 其實都是一個 叫什麼 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 多好 多完美的結局 如果是真的話 Kent就說我們三個青春前鋒會有很多波 做回人見人怕的熊魔鬼 這個我也期待 什麼 信出說什麼 但不要要高差送 多魔佬一程 不知道什麼叫高差 我不明白 于康就說魔佬的打法不合時矣 英超冠軍一定沒份 歐聯人卻又不教 拿到足中盃當贏 這個是于康的看法 阿偉豪就說 雞謀是多 大衰倒口 我相信 OK Wing說什麼 魔佬給我們 大炒大包開live 現在魔佬找到新球隊又開live 衛魔佬開兩次live 真是不知道 那場球好像是半夜的 怎麼開live 開live都沒有人看 我說沒有人看我的live 所以呢 問一些 不過儘管看看 如果那場球 我們 看看有什麼可以做到 OK 好 這一節就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聽失禮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謊 讓我停錄影 先進去 感谢观看